中文字幕志愿者 亦搭配着节奏感鲜明的音乐 展现跆拳道品势动作的利与美 世大运品势混双的选手苏佳恩 李承刚专注地配合着彼此 为今年世大运中首度新增的 自由品势竞赛做准备 这也是苏佳恩首次挑战 世大运品势混双项目 原本规划的参赛选手 廖文轩因为脚伤无法出赛 教练团在赛前30天 决定由苏佳恩代为上阵 首次挑战世大运苏佳恩 压力虽然大 还是要把握住每一场练习 当初以第八名进入国训中心 求好心切的苏佳恩 把握每个空档不断精进自己 面对镜子将动作修正 而他的搭档李承刚 则在一旁不断提醒他要适度休息 苏佳恩是直到高中 才转练跆拳道品势 尽管起步的比较晚 但透过后天的努力 让他不断的在跆拳道领域中 往前迈进 终于有机会在国际竞技舞台上 发光发热 韩国籍教练李正浩也对他所做的努力 给予高度肯定 非常认真 所以现在因为他我来的时候最不优命的选手 我想 可是现在进步很多 所以现在可能国家选手 2017台北市大运机将在8月19号正式开幕 苏佳恩希望家人可以到场观看精彩难得的比赛 一起为台湾选手加油打气 也希望在这次世道运中全力展现 台南出身之毒不畏虎的气势 这在20大陆高雄左营国训中心采访报道